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收看初學長笛挑選指南 讓人間貓陪你購物人生第一把長笛的第一集 盲選出你喜歡的長笛音色 初學長笛挑選指南的系列總共會有兩集 這一集呢就是完全讓你在沒有背景音樂的情況下 直接去挑選出來你喜歡的 就是用直覺的方式去挑出你喜歡的長笛聲音 那第二集呢會告訴你 你在挑選長笛的時候可能容易踩到的 delay 或是需要注意的一些要點是什麼 那有在follow這系列的人應該會發現 我前面其實已經有拍的這個五隻初學長笛的推薦 那五隻的影片就是分別有今天呢 會讓大家盲選的五隻長笛就是完整的演奏版本 那今天的盲選呢是讓你在沒有任何背景音樂的情況下 也不知道我現在在演奏的長笛是哪一個型號的長笛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挑選長笛的時候很容易會因為它的價格 或是它的規格材質所影響 所以今天呢就幫大家去排除這些因素 畢竟我覺得你喜不喜歡這長笛的聲音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要有感覺你才有辦法產生熱情嘛 那這五隻長笛我其實是有特別挑選過的 因為大部分的初學者在購買長笛的時候 預算差不多是落在這個兩萬到五萬這個中間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這個長笛呢 它的價格就是落在這個區間裡頭的 那在正式進入盲選前呢 我在這裡要非常非常的先感謝這個工學社專品家中心呢 願意出借我這些樂器 那這裡完全是沒有業配的 我會想要拍這一系列的影片呢 單獨是因為呢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啊 然後還有接觸到蠻多初學者的過程中發現 很多人會有這樣子的一些疑惑 就是我在購買長笛的時候我到底應該怎麼樣挑選呢 然後我有哪些依據呢 所以我想試著呢把我的這些經驗呢 拍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在這個正式挑選前呢 有更多的這個訊息可以參考 也更知道自己到底是買了什麼樣子的長笛 所以我在這裡要先非常感謝呢 工學社專品家中心願意支持我這個想法 好啦那我們就正式進入這個盲選的部分啦 那在盲選的時候呢 我不會針對這個等級還有價格依序去演奏 所以大家可以專注聽長笛的聲音就好了 我本人的歌曲 我本人的歌詞 哪有吉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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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